詞曲 李宗盛 好 那今天就不走來走去了 今天就在這裡 因為我的手機不是很配合 好吧 我相信來這邊的人應該都是 大概對我知道 要講什麼有興趣 可能大家也都已經有一個Python的開發環境了 那我今天就是要跟 就是下面的大概 百分之九十的人說你們的開發環境其實不太好 就是可能需要稍微修改一下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 好 這不用了 大家認識這個Icon嗎 這叫Anaconda 那如果說你的開發環境是Anaconda的話 就是 我不會提到它所以 就是 對 那Anaconda本身是一個非常好的環境 那我也蠻喜歡它的 但是 我應該要調一下它 不然這樣我看不到我自己的 但是 我就沒有用它嘛 因為身為一個 Web開發者 所以 我是沒有用Anaconda 因為Anaconda跟 普通的Python的PIP環境就是完全分開的東西 所以如果說你用Anaconda的話 就是 門在這邊 現在可能要走後面 對 我真的完全不會提到它 你會完全浪費四十分鐘的時間在我身上 所以真的 好 那如果說你不用Anaconda的話 那你大概就是用PIP 那大概就是 可以看這篇教學 那 不對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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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達的教學 如果說你用Anaconda的話 你就回去看這篇的教學 然後就 對 然後第二個 如果你今天是來聽我講編輯器的話 就 對 我今天是要講這個 這個叫做 Terminal 大家可能有用過 或者是你也可能沒有用過 你可能用這個 或是 什麼PyCharm 或是什麼的 那 PyCharm非常好用 那Jupyter Notebook也非常讚 非常讚 那我也很常用 但是我今天還是不會講他們 那如果說 例如說 我等一下會講 就是 就是 我有在Django Girls幫忙 那在Django Girls的時候 時不時就會有人說 可是我平常開發都在Jupyter Notebook上面 那我可以用Jupyter Notebook寫Django嗎 雖然 底頓上也是可以啦 但是 對 那我今天就是會講 最傳統的編輯器 不管是什麼編輯器 我不會談編輯器 反正就是一個編輯器 然後一個Terminal 然後我在Terminal 裡面跑東西 然後在編輯器裡面寫Code的這種配置 那 如果說你很習慣用這些東西的話 那你當然可以繼續用 但是我還是會建議你 就是我不會 輕易出去 就是輕易留下來 拜託 因為 不管這個東西再怎麼好用 它總有一天 會爆炸 就是它會有 沒有辦法處理到的東西 那當 在Python界裡面 或者說在OpenSource界裡面 當你遇到這種 就是 沒有辦法處理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沒有打開 用在那個黑黑的盒子裡面打東西 才可以辦法解決你的問題 這個叫做 就是沒有任何的包裝是完美的 那你總是有時候 會需要去底層挖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才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你 可以把這張投給停完 好 那在正式開始之前 就還是講一下我自己 那 可以follow在Twitter 或是那個叫做什麼 Telegram上面是這個ID 然後你可以去這個網址 可能就是大家打不出來 所以有這個 如果說你不是第一年來聽我TALK的話 應該就是你看過這個無數次 那如果是第一次的話 好像還是有耶 我很期待就是哪一天 就是台下不會有任何人拿起手機來的那一天 就代表說我夠有名了 看來還沒有到 對不起 好 然後剛剛主持人也不小心提到 就是 我就是B人就是 Python 2018主席 Python台灣 2018主席 那 那 明年應該在底論上不會是我了 所以 大家就好好珍惜今天的排康 明年就會換人 在台上開場了 那 同樣我也是有在Jungle Girls 當一些教練 然後會寫一些Tutorial 那 這裡面很多的經驗都是因為 在Jungle Girls 裡面就是處理了各式各樣的疑難雜症 而延伸出來的 那如果說大家可以 如果說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時候 就是你在平常的時候 在現在就把你的開發環境弄到最好 那當你有任何問題的時候 你在問人的時候你就不會聽到一個回答 就是 你這個環境可能沒有辦法了 就是可能要重新裝一個Python 之類的這種很可怕的回答 如果說你在一開始就把你的環境弄好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解決你的問題 那跟Python沒有關係的我也是MACDON的作者 然後這是一個完全是一個MAC的程式 用Objective-C寫 跟Python一點毛關係都沒有 好 同時我也是這個PBM就是 一個滿新的就是Python管理專案的一個工具 那我有在裡面做貢獻 算是CoreDeveloper這樣子 就你直接朝下面那個網址就好 就不用拍 好 進入主題 這樣的開發環境沒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一切都沒有問題 當你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呢 你的電腦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沒有問題 對 好 那一個開發環境 一個Python的開發環境 到底應該要怎麼配置呢 我通常會把它分成四個部分 就是 你的 Interpreter就是你的Python指揮器本身 那 不管是Cpython 就是最普通的 或是PyPy 或是Json IronPython之類的 反正就是一個Python指揮器 然後你會有一些工具可以用來管理 你要在這個Python裡面寫的 就是要用到的東西 例如說你可能會用VirtualEnf 或是你可能會用到什麼 Invoke 或是Fabric之類的東西 再來是你的Project Dependency 就是只有跟你這個Project有關的東西 例如說Django Flask 剛剛上一場講這 有提到的一些東西 通常大部分都會在 這個第三層 Dependency裡面 那最後就是你自己寫的程式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就像一個迷宮一樣 每一層都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工具 那有些工具的功能會重疊 有些工具不能在一起用 有些東西可以在一起用 那 就像一個迷宮一樣 大家可能知道 如果你現在不知道 我現在告訴你 這個迷宮要怎麼解一個秘訣 從出口開始 從出口開始解迷宮 通常都是最簡單的 所以我們就從出口開始接 你的程式 你的程式其實沒什麼好講的 這邊我會直接跳過 因為你的程式就是你自己寫 如果你自己寫出問題 是你自己的問題 我也沒有辦法接 所以我們會從它的上一層 你要怎麼管理你的Dependency 那 大家 來做個小調查好了 有人有用過Virtual Environment嗎 Yeah 全部都有嗎 有人沒有用過的嗎 沒有人敢舉手 如果你就是剛剛不敢舉手的話 然後你隔壁人有舉手 就現在偷偷問他一下 對 Virtual Environment到底是什麼 Virtual Environment 那 為了避免有 還是有這種人存在 Virtual Environment 那你基本上就是把你的Python的Package 不要裝 不要裝的讓所有人都可以用 而是你就裝了之後 這個Environment跟你Python的本體是分開的 然後你只有在你 Activate 就是啟用這個Environment的時候 你才可以Import這些東西 那當你停用這個Environment之後 你就不能再Import這些東西 它就是一個把Library分開的機制 那有這種機制之後 你就可以例如說 我可能 A專案要用Jungle 1.11 B專案要用Jungle 2.0 那我就可以用兩個 虛擬環境 Virtual Environment 分開來裝 這樣子我在Import的時候 我就不會衝突 那 如果你用Python3的話 我希望大家都已經可以用Python3了 好 那如果你用Python3的話 Python3.4以上 有內建的Venv 這個模組可以用來讓你建立一個虛擬環境 那如果沒有的話 Python2 你還有一個第三方套件叫Virtual Amp 比較不好用一點 那你只要建立一個Virtual Amp之後 Activate 你就可以Install 那你在Install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個一個套件名稱 打進去安裝 但是我們通常 如果我們有一個很 比較大一點的專案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用一個東西 叫做Requirements.txt 它就是把你所有的套件 寫在一個文字檔裡面 那只要用橫線R 這個指定 就可以讓Python3一次安裝 以所有的Dependency 好 那這裡就產生一個問題 大家的Requirements.txt 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比較像左邊的 OK OK 比較像右邊的 右邊的比較多 但是哪一個是對的呢 有人想要至高奮勇 覺得哪一個是對的嗎 答案是兩個都不對 為什麼 這兩個東西 或者是你可以說兩個都對 但是這兩個東西 其實是代表不一樣的事情 左邊的我們通常會叫做 Abstract Dependency 抽象的依賴 右邊的我們叫做 concrete Dependency 也就是實體化依賴 什麼意思呢 左邊是用描述的方式告訴我說 我這個環境裡面 主要有什麼東西必須要存在 例如說 這樣就代表說 我這個專案裡面 一定要Request 然後Request 一定要包含Security 就是要SSL支援 然後要Flask 要G-Unicorn 然後G-Unicorn 必須要是19.4.5 有這樣就夠了 那我只要告訴Peep 最少量的資訊 Peep就會幫我把我的環境 建立好 那右邊呢 右邊就是 concrete Dependency concrete Dependency就是 直接描述 我這個環境裡面 所有的東西 就是說我必須要 這些東西 然後Peep必須要 一一指定說 這些東西都裝好了 這個環境才叫做好 OK 那它基本上就會是把你的 環境裡面的所有package都列出來 除了Peep跟Setup Tools以外 那 左邊的問題在哪裡呢 左邊的好處是 我只要描述最少的資訊 就可以告訴Peep 安裝所有的東西 但是它代表就是說 它安裝的東西 並不一定每次都一樣 例如說我只有寫說 我要Flask 那是Flask幾 是0.11嗎 還是1.0 最近剛出的 還是0.10 那它們的API有可能一樣 有可能不一樣 那我總是要指定 那如果說我不指定 我可能覺得 現在我這個app 用Flask1 用Flask0.11 都可以work啊 那有可能哪天 出了Flask2.0 它就壞掉了 那你要到壞掉 那一瞬間你才會發現 這是它的問題 那右邊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你是明確指定所有東西 必須要用哪一個版本 對不對 但是它的問題是什麼呢 如果說 例如 拍OpenSSL好了 拍OpenSSL 你指定了0.15.1 那如果哪一天 有一個安全性漏洞 發生了 然後拍OpenSSL 就upgrade到0.16 然後就修復了這個問題 如果你是用左邊的寫法的話 你在這時候 你只要PP install upgrade 就可以立刻升級 但是你用右邊寫法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獲得這個升級 你必須要清楚的知道 0.16出來了 然後把這個改成0.16 你才可以獲得這個升級 也就是說你在右邊的狀況下 你就會冒著你的套件 慢慢的就會越來越過期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會有一些bug 會慢慢出現 OK 那在 在upset裡面 我們就會把這個叫做 你有沒有辦法 對你的轉體產生一個 叫做Deterministic Build 就是你的 你的 軟體的建置 有沒有辦法 就是視線 就是你只要看你的定義 就可以決定的 但你用右邊的時候 你就可以 只要用看了 你就知道你最後的環境 會長什麼樣子 但是在左邊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 你必須要裝了才知道 好 這是 requirements.txt的問題 接下來另外一個問題 是virtual-env virtual-env或是v-env 都有另外一個問題 是 它的active 本身是一個非常 hacky的東西 那 大家可能都用過 Bean Activate這個指令 對吧 那有人想過 這個指令到底 對你做了什麼事 為什麼本來不能import 你只要用了之後 就可以import了呢 它會改你的pass 對吧 它會改你的系統 環境變數的pass 它會改你的 python裡面的sys.pass 讓你可以import 那這代表什麼事情呢 這代表說你可能會面臨 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如果說你有很多個environment 在互相作用的時候 你可能 會不小心 不小心activate錯東西 那因為他們 它 這個東西的作用 是直接把它的環境變數 就inject到你的environment裡面 那也就代表說 你有可能沒有辦法recover 也就是沒有辦法 重新回到乾淨的環境 它裡面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我鼓勵大家可以去看這個網址 那 我之後會把投影片放上去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 時間實在不是很夠 好 那如果說大家有用過其他的 其他語言的 編繫器的話 就是說bundler npm 那 大家就可能會發現說 它們都比python 的作用好非常非常多 python的套件管理實在是 那這就是我前面提到 為什麼 我最近真的 就是還蠻長 就是在pipm裡面貢獻 pipm基本上就是把 virture environment 跟你的pip 去組合成一個比較完整的生態系 讓你可以用類似剛剛那些 其他套件管理的方式來做 例如說你在npm裡面 你可以只要寫一個package.json 然後你只要npm install 然後它就會產生一個lock file 最近才有 那個 或是叫shrink wrap 那它可以 就是你只要 如果我們回到剛剛requirements txt的例子的話 你只要寫左邊的方式 右邊的 會幫你自動產生出來 那這樣你就可以同時使用 左邊跟右邊的好處 是你的需要來 決定說你要用左邊還是右邊 所以第一個 你可能會想要用pipm 而不是用 繼續用 直接用virture environment 就是第一個 你可能會想要改變 你的環境的地方 那如果說有些人有用過pipm的話 可能會有一個問題說 pipm還蠻好用的 但是它跟我的workflow 有一些東西不合 這是蠻常見的問題 因為pipm真的是一個蠻 有主件的軟體 因為它的作者 不要講太多八卦 所以我們pipm的maintainer 就是最近在做的事情 就是盡量把這些東西模組化 就是把一些東西拿出來 例如說 python finder 就是讓你更快的可以找到 就是某一個版本的python 放在你的環境什麼地方 那還有一個叫requirements.lib 就是自動幫你把pipm格式 轉換成requirements.txt格式 讓它可以互相通 所以說這些東西都還蠻plugable的 如果你不喜歡pipm的話 你可以蠻容易的找到一些底層的工具 讓你自己做一個自己的工具 所以我最近就做了一個叫pipm.coi 你看就是這個 邊邊翹起來 那是昨天 所以我鼓勵大家去試試看 這個新的pip file格式跟pipm這個工具 或者你不喜歡的話 你可以做自己的工具 好 下一個 當你有pipm之後 你就會發現一個問題 那我要怎麼裝pipm 可以嗎 我剛剛是不是有跟大家說 不要一定要用virturem 千萬不要用 千萬不要把東西裝在global的地方 一定要用virturem 那這就遇到一個問題 好 我現在要有一個工具管理 我現在要用virturem裝我的所有的套件 但是我要有一個工具管理我的virturem 那我這個管理virturem的工具 要用什麼東西裝呢 先有機還是先有蛋 但是先有蛋 所以 當我們在用virturem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到一個 就會 可能不會想到 但是它其實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就是 所有virturem的東西 都還是正常的執行檔 所以你可以 不需要activate 就可以直接用 用 絕對路徑執行 所以例如說 以我而言 我就會這樣做 我會把我所有的virturem 放在我的 加入.local.vm裡面 然後 例如說 我今天我要裝pipm 我就直接用內建的vm 把它裝到 .local.vm裡面 那接下來呢 我就可以 不activate 這個virturem 直接pip install pipm 那這樣pipm 現在就不會在我的 global環境裡面 而是在那個virturem裡面 但是我就避免了這個 我必須要直接跟virturem 就是避免了這個 我到底要先裝pipm 還是要先用virturem 裝pipm這個問題 然後為了方便起見 我會把.local.bin 放到我的path裡面 然後把它simlink進去 如果是用windows的話 你就直接copy進去 就會work了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pattern 是 python界非常 也不能說有名 但是 算是一個best practice 所以 有了這個工具 這個工具基本上 就是做我剛剛說的那些東西 OK 它就是把你所有的東西 放在virturem裡面 然後會幫你自動simlink 那這東西是 有著名的armyrunner寫的 但是它最近好像有一點 不是對它有一點沒興趣的 所以有一點不更新 所以我 自己是沒有用它 我直接用 前面提到我直接手動做 但是如果說你喜歡自動的話 你也可以用它 那如果你用它的話 pipm就是一個指定 就是pipc install ppm 它就會幫你做好 這些所有的事情 好 所以剛剛那一段的 幾個重點 第一個 永遠都要用虛擬環境 千萬不要 sudo pip install 任何東西 也千萬不要sudo python 基本上都會是災難 那如果說 在某些極端的狀況下 你真的沒有辦法用 訓練環境解決你的問題的話 pip在9點不知道多少的時候 開始有多了一個flag 叫做-user 那它不會把所有東西 裝到你的 例如說 如果是Linux的話 就不會裝到 usr-local-lib裡面 它會裝在你的 你的 那這樣的話 它就 它只會在你的 使用者環境裡面痊癒 而不是 系統痊癒 那這樣可以 稍微改善一點點問題 好 那接下來就是最後一個問題 那我們現在 有application code 我們可以管理 我們的dependency 我們也可以管理 那些管理dependency 用的東西 那接下來最後一個問題 我要怎麼裝python 聽起來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吧 就是python 是狀況 你有時候 可能會把你的東西 搞得一團亂 我問個問題 各位的電腦裡面 有幾個python 你們知道嗎 可能沒有人知道 以Mac而言 你的系統裡面 至少 至少 我說至少 會有 一二三四五 會有六個python 那這些python 你都看不到 因為它們是 它們是system dependency 通常會有 2.6 2.7 3.3 3.4 3.5 至少會有這些python 那 剛剛這個例子裡面 是不是少了什麼 現在python 最新是多少 3.6 最內建的一大堆 但是沒有你要的 那如果你用 例如說 武邦圖好了 武邦圖現在內建的是3.6 如果你用最新的 18.04的話 那 3.7 下個 好像下個月就要出了 還是下下個 反正今年就一定會出3.7了 那 武邦圖會更新到3.7嗎 嗯 大概不會 所以 如果你用系統python的話 通常都是一個災難 第一個 你幾乎不可能用到 最新的python 第二個 它幾乎不可能提供你想要的python 就是 例如說 我可能想要3.3 Mac沒有提供3.3 Mac 有提供3.3 但是你要用的話 你就必須要去什麼 sys framework裡面 你可能不會想要做這件事情 對 它沒有在你的path裡面 好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所以我們只能就是一個一個講 那首先 右下角 anaconda 如果你現在還在的話 我也是非常遺憾 但是我還是不會講到它 對 反正如果你用anaconda 如果你今天有人說 我這個project必須要anaconda 請你裝anaconda 那就好 你就去anaconda的官方網站 然後下來它的安裝程式 然後你就點兩下 然後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就好了 對 這是 anaconda的優點 但是我們今天不會講它 好我們先從 最難的開始 linux 如果你有linux的話 如果你有ubuntu 我想大部分現在用linux的人 可能都會用ubuntu 那ubuntu有一個PPA 叫做dexnex 那雖然它叫dexnex 聽起來就是死蛇 但是它其實就是 有可能跑得比ubuntu官方的repo還要前面 所以它現在已經有3.7β了 那它也有3.6 3.5 3.4 3.4 反正你想到它都有 那如果說你用ubuntu的話 建議你用dexnex 而不要用官方的repo裡面的那個python3 或3.6隨便 對 用dexnex 那如果說你在其他的環境 或者是你不想用dexnex的話 我建議你自己compilepython 那聽起來非常可怕 我要compilepython 我根本就不會see啊 沒關係 我等一下會教你 這非常非常的簡單 好 那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 我真的不想裝任何東西 我就要用內建的 好 沒有問題 那你要注意兩件事情 第一個 千萬不要sudo pip install 我好像講第三次了 反正千萬不要做這件事 第二個 如果你import進來的東西 跟你想的不一樣的時候 這個怎麼import進來跟我想的 好像就是功能不太對 注意一下 是不是內建就有 然後你又裝一份 因為內建的 就是如果你用apt安裝python的話 那apt安裝python的套件的話 它會預設安裝在user.user.lib下面 那如果說你用sudo pip install 的話它會安裝在user.local.lib下面 那如果說你用pip install user的話 它會安裝在加目錄的local.lib裡面 反正大家都不一樣 那如果說這三個東西都有安裝一模一樣的套件 它會用哪一個 不要問我啊 你問你自己的環境 所以 如果說你遇到這件事情的話 自己 想辦法debug 對 你上stayoverflow 基本沒有人可以回答你 因為那只有你的環境 才會知道 請說 想辦法把它 反安裝掉 也是可以啦 就是說你現在沒有問題的話 就是沒有問題 那等到你有問題的時候 你就要記得 這可能是你的問題來源 然後 想辦法先從這個方向去debug 會比較快 好 那就是linux 基本上就是 盡量自己compile Python Mac 狀況差不多 Mac連apt都沒有 但是大家都安裝homebrew了 所以其實是差不多的概念 但是我要告訴他 就是 用apt 就是 用apt 例如說0到100好了 然後0是用 就是系統內建python 然後用aptpython 我會給50分 homebrew大概只有20分 因為homebrew的python 比apt還要爛 那原因我就不成就 因為我剩下18分鐘 那 所以用macOS 第一個 不要用systempython 這剛剛講過了 第二個 不要用homebrewpython 不要用 不是避免用 apt是避免用 homebrew是不要用 OK 一定要compile你自己的 怎麼compile呢 可能有些人會compile 我們就去python.org 下載一個叫tar.xz的包 然後 然後 好 我聽到有點已經不耐煩了 怎麼compile自己的python 有一個工具叫做pyenv 那pyenv 基本上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它可以幫你管理你的python環境 版本 不是環境 版本 那第二個它會幫你建立一些叫做shims的東西 就是它會幫你建立一些 感覺好像是softlink 但是其實不是的東西 那我個人非常討厭shim 跟那個什麼.python-version.txc 我非常討厭它 所以我 個人不推薦大家使用 但是如果說你已經會用了 然後就 用得很好的話 我也很開心 OK 那 所以我個人是不太推薦大家直接用pyenv 但是pyenv有一個非常好的功能 就是推薦大家用的 叫做python build 這是一個pyenv內建 它叫做plug-in 但是我覺得它根本就是pyenv的一部分 那python build 基本上就是一個script 就是一大堆 那個叫什麼 一大堆show script 那它裡面會做什麼 就是幫你compilepython 就是說python build 3.6.5 然後後面那個路徑 它就會自己幫你下載python的 那個tod.xz 然後 加說 configure make make install 然後把 戰鬥槍刪刪掉 是一個非常完美的compile工具 那它在pyenv的wiki裡面有寫 就是你必須要先安裝哪一些套件 才可以compilepython 通常是一些什麼 zlib啊 或者是那個libssl之類的東西 那反正就把那些東西安裝 你就把那個appget直接負貼上 然後enter 然後就可以開始build了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怎麼做呢 例如說我想要3.6.5 最後就把它build到這裡面 我想要3.5.4我就把它build到這裡面 那接下來我把我想要的東西 一樣simlink過去 我就可以拿到我想要的環境 OK 然後我就可以把我的 例如說點local bin 放到我的path的最前面 這樣我只要用 例如說python3.5的時候 我就一定會用到 我自己build的那個python3.5 那例如說像最後一行 我把3.6simlink得到python3 所以如果打python3 我就會得到python3.6 不是像這樣子嗎 那但是我們還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想要讓內建的python不能用 通常我會做這個 這個不一定大家要做 但是我通常會做的是 我會把沒有版本號的python拿掉 OK 就是我可以打python3 或者是我可能有python2 但是我不想要有python 因為python到底是3還是2 很麻煩很複雜 那我看過有人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把usr並python直接刪掉 我 好我知道大家都 好 聽起來大家都知道 這可能不是一個好主意 但聽說就是實戰結果 這樣好像不會有任何問題 但是我還是不建議大家這樣做 不要誤會 對 所以如果說 那 但是我還是不想要這個指定 那怎麼辦 這裡 這個 這是bash 所以如果說你是 其他的學友的話 就自己improvise一下 反正你就寫一個function 把它 讓它消失就好了 你看 你懂嗎 就是 我先witchpython 如果說他是從usr裡面來的 我就 不要 就是不給用 那如果是其他 因為如果說我在虛擬環境裡面 我會打python 那如果在這種狀況下 好像就正常執行 只要寫一個這樣子的wrapper 就可以了 那通常我會寫一個給peep 這樣子我就沒有辦法不小心 就算是不小心 我也不可能打到sudopeep install OK 這段script很好用 請大家抄回去 好 然後這個bill的過程 就是 pythonup的過程 上一頁一下好了 這其實也是蠻多步的 所以 可能 有一點點麻煩 所以我個人是做了一個 就是小project 來做這件事情 那 這還是就是 有一點work in progress 所以 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一下 那 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 幫你做上面所有的東西 你就只要 例如說 pythonup install 3.6 它就會抓最新的3.6回來 然後build 然後做那些sim link給你 然後如果說 假設 現在最新是3.6.5 如果說3.6.6出了 那我就只要pythonup upgrade 3.6 它就會幫我 把3.6.6裝起來 那如果說我想要 例如說 這樣子 這樣install 3.6之後 它會給我一個指令 叫做python3.6 那如果說我想要把sim link 到python3的話 我就 use 3.6 這樣它就會sim link到3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小程式 那當然你不需要做這個 好 最後Windows 大家覺得我是把Windows 放在最後是因為它最簡單 還是最難 最難的舉手 最簡單的 對 Windows最簡單 為什麼Windows最簡單 因為Windows沒有System Python 你絕對不可能用錯 你用的python絕對是自己裝的 對吧 所以Windows沒有python 基本上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python最近 python社群code developer 最近也在檢討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之前都一直想要把Windows 就是python在Windows上面 做得像0.0的上面一樣好用 但是事情好像應該是顛倒過來 就是好像是0.0上面的python 不是很好用 我們應該要學Windows才對 所以他們最近有一些發展 大家可以盡情攜帶 好 所以Windows是最簡單的 你只要就是自己裝python 裝了就可以用 絕對不會有 就不需要做一道具hack 但是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在Windows上面 compile Python Python是天一般的困難 這個是Victor Steiner的 Victor Steiner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Python core developer 那他寫了蠻多python的筆記 大家可以去他的那個 就是vsteiner read the docs.io看 那這是他關於 就是要怎麼在Windows上面 compile cpython的筆記 OK Python 2.7 需要Visual Studio 2.08 和Visual Studio 2.10 和是什麼意思 所以 然後Visual Studio 2.08 要去哪裡抓 要付錢 對 然後Python 3.4 是要Visual Studio 2.10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沒寫是 Python Visual Studio 2.10 有一個bug 是如果你先裝了 Darnet的某一個版本 的話就會壞掉 所以你要先把Darnet 反安裝 然後才能裝Visual Studio 2.10 然後再把Darnet裝回去 對 然後Python 3.5跟3.4 是Visual Studio 2.15 那至少從2015開始不用付錢了 然後3.7是Visual 2015 或2017 或啦 所以你只要裝一個就好 2.17其實還不錯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他們都用不一樣的版本 所以如果說 我想要做跟剛剛那個一樣 就是像PyM的東西 我必須要裝1 2 3 4 個Visual Studio Visual Studio 一個安裝員知道多大嗎 大概2G 所以這大概不是一個好方法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啦 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好心的人 幫你bill好了嘛 對不對 就Python.org 上面不是有安裝檔可以下載嗎 那好吧 那我們就下載安裝 那我安裝就跑完了嘛 所以這邊就結束嘛 你至少可以 就是自動幫我安裝 不要去Python.org安裝 所以我就寫了這個 這個是我自己寫的 那這東西基本上就跟剛剛一樣 就是Install 3.6 Upgrade 3.6 Use 3.6 那這些東西基本上就是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會去Python.org 上面把安裝檔下載回來 然後第二件事情他會幫你跑 然後跑的時候 他會用一個叫做Silent Mode 好像叫做Passive Mode Windows叫Passive Mode 就是他會跑那個安裝程式 但是你不用點下一步 他會幫你點 OK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在 Windows的Command欄裡面 做完這三個指令 然後你就有一個指令 叫做Python 3.6.exe可以用了 欸等等 Windows不是沒有這個指令嗎 Python 3.6.exe 我幫你建了 OK 然後同樣的就是 這個是剛剛提到過的嘛 是MacOS 那他們兩個project 其實是share同樣一個名字 但是他們的底層完全不一樣 但是他們的API完全一模一樣 The circle is complete 沒有人懂這個梗 最近solo上映了大家可以去看看 但是沒有黑武士 我感到很遺憾 好 總結一下剛好剩8分鐘 總結第一段 第一個 不要用Home Blue Python 不要用Home Blue Python 絕對不要用Home Blue Python 這是所有人都會犯的問題 大家下面所有用Mac的人 哪一個沒有用Home Blue Python的 謝謝你 你可以用石頭打我 好 如果你有選擇的話 自己compile 就算在Windows上面也一樣 我建議大家可以compile就compile 但是我自己也沒什麼做 因為實在是太麻煩 好 如果你在Windows上面的話 如果你用那個Windows安裝檔的話 你會發現就是 它只會給你一個指令 叫做Python.exe 那 然後這個東西還不在Python裡面 預設 然後就是這個 官網Instagram的 預設也太爛了吧 為什麼它連那個Python 都不會幫我放到Python裡面 它其實是在綁你 你知道嗎 就是 所以你在Windows上面 裡面你不應該用Python.exe 你應該用一個叫做 Python Launcher的東西 用Py.exe 而不用Python 那這東西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研究 或是說 等一下可以再找我討論 盡量不要把 你的整個Python的安裝 就是如果在Windows上面 第三個是 完全是針對Windows這樣的 不要把整個Python 放到Path裡面 想辦法用 HardLink 或是JunctionLink 或是什麼 你想要到的任何Link 或是寫一個SHIM也可以 把它放進去 好 第二個 要用Virtual Environment 永遠都要用Virtual Environment 不管是Virtual App 或是VM 都好 永遠都要用 第二個 你用Virtual Environment 不代表你要Activate它 你可以直接執行它裡面的Command 然後它們就會Work 非常神奇 那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些東西 連到Path裡面 最後 一定要Virtual Environment 這就是剛剛講過 反正一定要Virtual Environment 但是盡量不要Activate它們 盡量直接執行裡面的程式就好 不要Activate它們 那如果說你覺得每次都要打 例如說什麼 VMV 斜線 並斜線 Python 很麻煩的話 Pitfile跟Pitbam 有把這很多東西都可以Aptract掉 所以它可以直接幫你做 好 Future Work Future Work 基本上就是我在Pitbam裡面 好像就是不小心一頭栽進去之後 就有無止盡的坑要填 所以Future Work就是先把這些坑填完吧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來跟我一起填 好 那剛剛我所講的東西都是關於 你要建立例如說一個Python網站 或是一個Python Command Line程式 或是一個Python GY程式 那我沒有講到 例如說你要怎麼建立一個Python的Package 例如說我想要建立一個別人也可以用的Django app 那需要用到什麼樣的工具 那這些東西 在Python的官方教學裡面有提到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就是盡量不要用setup.py 如果你知道我在講什麼什麼話 那最後如果說你有一些什麼configuration的東西 我們可以用pyproject.tomo 或是一些build system decoration 來把它做掉 如果說你聽不懂我在講什麼話 沒有關係非常好 那你就不要理它就好了 好 最後就是我等一下在那個 那個jobfet結束之後 會在OpenSuite就是R4嗎 那邊就是交易廳那邊 然後就是大家可以來拉賽一下 你是怎麼建立你的開發環境 然後就是來吐槽一下 我覺得你覺得我的環境不夠好 你有更好的解法 我非常歡迎任何的意見 因為這樣我卻可以把我的環境變得更好 那同時在configuration之後結束 就是在禮拜天的時候 我們PyCon台灣會有一個官方Sprint 那我也會去參加 那應該會去弄一些PBAM的東西 那如果說你有一些開發環境相關的 就是小工具想要來玩的話 也可以歡迎加入 好大概就是這樣了 有什麼問題嗎 蠻安靜的 好那我問一個問題 可以嗎 OK 請發問 對不起我可能剛剛有漏聽啦 但可不可以請你comment一下 Anaconda跟Python ENV的 Virtual ENV的這個進合關係 我覺得他們是一個很微妙的關係 就是你要說他們在競爭嗎 他們做的事情又好像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例如說 你在Anaconda裡面 你可以 應該說Conda 不能說Anaconda 就是你在Conda裡面 你可以建立一個Environment 然後這個Environment 不只是Python Package 它還包含了Python本身 就例如說 你假設我的Anaconda是裝3.6 你可以裝一個Environment 是用Python2.7的 這樣也是有可能 那他這樣做的原因 基本上是因為Anaconda 除了Python本身的Dependency之外 他還會處理 例如說C啊什麼的 反正他就是把你的整個Build System 給建起來 所以他們做的事情其實不太一樣 那Anaconda的問題是 他為了做到這件事情 他就沒有辦法用Python 官方的那個套件庫 就是Pypi 他必須要建立自己的套件庫 那這件事情當然沒什麼不好 那他們其實一開始也有跟那個 他們現在有一直在跟Python 就是CodeDeveloper討論說 有沒有辦法把這兩個東西整起來 但是PythonCodeDeveloper就是 就是他們每次討論這件事情 最後的結果都好像辦不到 對 因為Python實在沒有辦法管到 那麼低層的東西 那但是我們就這樣 那好吧 那我們就都用Continue的東西 但是Python Foundation跟Continue 比Continue的畢竟還是一下公司 所以就是 Conda未來 當然他們會說 就是Conda就是一個 OpenSearch就是一個社群的東西 但是它畢竟還是一個公司的東西 所以就那個 就一個End User來講 我們可以不care 但是就一個 就Python Foundation的角度 跟就Pypa的角度來講 我們還是需要維持一個 就是Community Driven的東西 大概是一個非常錯種複雜的關係 這樣有回答到嗎 還有會中有問題嗎 那邊 那個我想問就是在 Ubuntu裡面有內建Python嘛 然後 所以我們應該要自己編自己的Python 然後把舊的 系統自帶的移掉 還是應該要留著就不管它不動 留著就不管它不能移掉 移掉的話很多東西會壞掉 可是它可以用我們自己編的啊 蛤 它可以用我們自己編出來的Python啊 也是可以啦 但是 就 如果你 很有信心 這樣做沒有問題的話 就這樣做 但是我個人的 立場是 就是 系統的東西 就是我們身為一個Python Developer 我們並不想管系統的東西 所以系統的東西 如果他們現在work了 你就讓它繼續work 你不要動它 那你就 就這樣隔開來 然後我自己給我自己的 系統自己給我自己的 對 那如果說你就是想要玩系統的東西 那當然你就把它換掉 是沒有問題的 就看你想要管多少 你好 請問 HomeBlue的Python為什麼不好 HomeBlue的Python有一個問題是 它在每次升級的時候都會換路徑 它就是 你最後用的那個Python的路徑是 User.local.bin 點Python 但是 不是點是斜線 但是它其實是裝在 User.local.opt 我忘了 對 那 它每次都會換路徑 所以 當你用 HomeBluePython 建Virture Environment的時候 你每次升級 HomeBluePython 你的Virture Environment就會壞掉 必須要打掉重點 對 那如果說你不介意就是 每次不小心 就是打了一個指令 叫做Blue Upgrade 然後你的Virture Environment 就可能全部都壞掉 然後就重點化 那 可以用 沒有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可以講一下為什麼你討厭SIM嗎 SIMS 就是PyNV的SIMS OK SIMS基本上就是它 當你用PyNV的時候 它會在你的 加目錄點PyNV PyNV寫線SIMS 寫線Python 建立一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並不是真正的Python 它是一個Show Script 然後那個Show Script 會去 會去Counsel你的 那個 就是你的一些其他的設定檔 然後去決定說 它要去跑哪一個Python 在字面上這樣很好 但是在實際狀況下 就例如說 我可能有些 外部套件必須要用到Python 來當它的Build Dependency的時候 它可能會就是 用到 例如說我在 2.7的PyNV 裝了 裝什麼 裝Flake 裝Flake好了 那 那個 然後我現在的Global Python 是設定成3.5 那這樣子的話 那個Build System 就沒有辦法 知道說 這個Flake 其實是不能用的 就是它會Error 那你就會Build出一些 就是無法預期的東西 這樣解釋到嗎 如果說不太清楚 我知道這個有點難解釋 所以如果有問題的話 等一下可以再來觀光 OK 好那時間關係 我們這一場一程就到這 感謝我們的獎者 TP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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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